范例檔 我們范例檔裡面的話 入門班裡面請找到那個 問卷調查01的這個原始檔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問卷調查裡面 主要是要把B欄 到O欄 總共會有14欄吧 我記得 這14欄要做什麼呢 裡面你會發現 裡面都是放他的編號 那這個編號對應的就是 裡面會有比如說像性別 他旁邊就會有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就是 A欄 實際上這個範圍的第一欄 一定是他的編號 第二欄呢 一定是他對應到的名稱 那年齡也是一樣 這個規則都一樣 那我們要想說有沒有方式可以什麼 一下子 總共有14個欄 那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可以把這邊的編號 轉換成 名稱 OK 當然如果你沒有好方法 你就變成要土法煉鋼 那如果土法煉鋼 那這個時間可能花費 就無法估算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會的話 基本上三分鐘一定可以解決 三分鐘喔 不誇張 甚至如果你會寫 聚齊的話 根本不用三分鐘 按一下按鈕就一秒鐘而已 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用那個函數好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 剛剛那一題是 在 性別 的旁邊插入一欄 可是如果說性別的名稱 然後每個每個都插入一欄 好像感覺太多藍了 所以 不怕OK 乾脆這樣 把問卷調查複製一個工作表 Ctrl鍵按住 拖拉到旁邊好了 叫問卷調查2 那把問卷調查2裡面的編號全部刪掉 就是 B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按Delete 也就是說呢 先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全部都清空好了 那為什麼要清空呢 因為我要 查的位置 剛好跟前面的這個工作表是一樣的 有沒有 那只是差別前面是編號 後面是名稱 那我要查的方法 當然外乎就是 之前是用VILLE函數嘛 所以一樣 插入函數裡面用VILLE函數 那你的名稱 LucaVILLE是你要查什麼 編號 在前面 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一樣是 B2 只是 前面他會多一個什麼 問卷調查驚嘆 多一個那個工作表名稱 第二個Table Array 在哪裡呢 在清單裡面 不過清單這邊你可能要選這邊 什麼呢 清單裡面的 A2到 B3 哪一欄呢 一樣是第2欄 一樣是 比對方一樣是零 OK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他已經幫我把它查到了 不過 這樣子的話 一樣等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把清單的A2到B3 按一個F4 兩下 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向下填滿 查完了 但是呢 因為有14欄 所以你這邊要做14次 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 不要做那麼多次 做一次就好 一次可不可以 這個好問題 其實我也希望能夠做一次就好 因為很多事情 解決方案都是要花 就是你要去想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如果沒有變成你可能就要 像年齡你就要再做一次 教育程度 可能要做 14次 那如果我今天只希望做一次的話 怎麼做 比較快 那這邊的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會發現 那個性別的 上面其實有欄位名稱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 把清單裡面的 這個部分 也許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所謂定義名稱 這個範圍 叫性別 這個範圍 叫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也就是這個範圍的名稱 都跟上面欄位名稱取一樣的話 那我未來可以再利用那個剛剛有提過 叫Indularase函數 Indularase函數 它主要的 用途就是說 你給它一個名稱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範圍的資料 調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table array裡面 因為table array 剛剛第二個參數 一定會需要一個範圍 你不能給它一個名稱 不能說我今天告訴你那個 欄位名稱 你幫我裝 它找不到 一定要加一個Indularase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那個 名稱的資料給帶過來